付臥旋金損失大 簽要約 反悔 賠更慘 好不容易存到買房第一桶金 當然想用漂亮價錢入手 買中古屋一價常有兩種方式 下臥旋 簽要約 哪個好 下臥旋就是指出價 和屋主心中價格有落差時 買房可以先出一筆臥旋金 表示誠意 先付臥旋金 它才有辦法讓賣方覺得說 你是真的有誠意 臥旋金通常是買房開價的2% 或5到10萬元不等 簽下臥旋書後再由仲介溢價 因為現在房市它開始要慢慢轉熱了 在後續討論這些價格上面 相較之下會比較順利的 若臥旋成功 談妥價格 這比臥旋金極轉成定金 若溢價失敗 仲介要在三天內返回臥旋金 但注意 一旦買房放棄購買 臥旋金就會被屋主沒收 若是賣方反悔 不只得還握沃玄金 還得再賠買方相同金額 要約則不需先付現金 只要簽訂書面資料即可 屋主他同意買方的出價 那當然雙方就可能可以簽訂 正式的買賣契約 但若價格談不攏 交易視同取消 契約無效 雖然要約看似較無損失 但若是其中一方突然反悔 仍得負擔出價3%的違約金 但無論斡旋書或要約書 都是具備法律效力的定型化契約 在契約上面 雙方都可以有三天的寫約期 無論斡旋或要約在送達前 買方都有權反悔 但一旦到了賣方手上 就無法撤回